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下的动作都是可以帮助我们伸展腰部的位置 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双手放在盘轨的位置 然后慢慢伸展向后 记住我们的盘骨是不能移动的 第二个动作就是伸展我们腰旁边的位置 拿起另一手伸展向一边 有拉车的感觉 慢慢去回原位 做另外一边 放松 放松 第三个动作就是旋转 慢慢转去一边 记住盘骨是要稳定的 不准动 向另一边再做 没错了 我们强化腰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运用环甲膜呼吸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 我们首先把手指放在肋骨下面的位置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 把你的手指应该感觉到肋骨向外 和脏出来的 如果可以的话 吸气的时候 是吸到少咽的位置 我们做这个动作之前 首先教大家如何固定 链力带在脚上 用中间的位置 在小腿那里 开始打两个圈 上面也是打靠测 就是这样了 以下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的腰和膝骨 这个动作我们都需要一个练力带的帮手 首先我们平躺在这里 然后提起双脚 就像现在这样 双手慢慢伸展向外 整个动作都是静态的 不过我们都需要用环甲膜呼吸这个形式 不停地呼和吸 每次我们可以做30至40下